由香港導演葉偉文執導《寒筋》、《尹房》、 郎月亭和顏卓玲等主演的電影 近日就在張家口崇禮的滑雪場 《魚火魚逃》拍攝當中 《寒筋》在戲中飾演一位 幻想嚴重心理障礙的運動員 他說之所以會接拍這部電影 除了很欣賞過劇本之外 還因為他本身都很喜歡滑雪 可以如工作與娛樂 因為平常我就特別喜歡滑單板 我也滑了很多年單板 所以聽到這部說要拍滑雪的戲 我特別感興趣 我第一時間說我要參加 我說這樣的話有機會 空的時間的話我還能夠過癮 因為去年我就是一直想滑都沒有滑 對 因為很多原因就沒有出門 這個級別是到哪兒的 級別 高級到 高級到能滑的 你說讓我去跳那個包去翻 現在我跳不了 因為每次都是很想學 但一想滑完雪之後還得要工作 傷到了就沒法工作了 就一直沒有學 現在我也想跳 反正導演說不許跳 不讓滑 戲中一班男演員的滑雪技術都不錯 反而兩位女角就差一點了 所以要經常帶著俗稱龜背的護團來練習 而航根這位滑雪高手 還說每次看到人帶著龜背 就會盡量避開以免殃及詞語 一般我看有烏龜屁股都躲得遠遠的 我怕撞到他 你們不會看到 因為你們都在高級到 我們有一天休息 然後大家都說 我在這個雪場 然後在那個雪場 他說他在滑 然後本杰明說他在滑 我說我不配碰到你們 就是不配在雪場對你們偶遇 因為不在一個層級 有一點用起來滑雪的機會 還要帶著小烏龜 因為一開始學肯定要學怎麼摔 所以肯定帶著小烏龜 因為我們導演很疼 我們現場的話 我們拍戲的時候不可以亂滑 戲外的話 我們肯定要做好安全措施 話說顏卓玲除了拍戲之外 還很喜歡唱歌 一天拍檔郎月亭 就大爆他在片場都是唱歌不停的 他每天化妝的時候 就我們倆 他就免費演唱會 就是一直在唱歌 一個小時就唱一個小時 但我為了這個 因為我們在讀劇本的時候 我們有提過一首歌 然後我其實有回去聽了一下 就在唱 Savere Savere 我愛你 Savere Savere 是這樣嗎 沒有來了 他不懂嗎 他不懂嗎 其實劇組選擇在張家口拍攝是別具意義 因為北京申辦了2022冬季奧運 而張家口將會承辦本屆東奧的戶外冰雪淚比賽 所以一班演員可以在這個奧運預定場地 拍攝一部講述滑雪比賽的電影 他們都覺得很榮幸 展示範圍 當你我的聰明 有趣 那院 我們一個人